來吧 來吧 又吃土了 yo 大家好 今天分享OPM工作室桌面小場景系列第三彈 千尋少女的海上列車畫面 打開來內裝邊角包了很厚的泡棉 而會排版還是比較平順舒服的 至少喜歡的都會喜歡 拉開來是密度超高的保麗龍 加上非常堅固的專屬房 保麗龍也是老樣子都有雕上logo收藏感 全部就一層超厚的包裝 內人物非常單純 一個L型場景一台列車 三個人物一堆行李跟一組電線 包含所有男孩子都會想要的遙控器 先看到半截透明的天空 一開始我也不太理解但懂得都懂 看到水面下淺淺的鐵軌 就真的很想赤腳上去玩 這個顏色太漂亮摸起來也很舒服 前面很疑似的留的logo 怕有些人叫錯魔法公主 側面有個金屬孔跟兩根金屬棒 看起來是用金屬做的 背面看起來是系列鏡頭 底部有特別寫上生產編號 再拿燈打下去瞬間讓我回到那一年的暑假 而且超級透亮也沒有氣泡雜質 麻布袋跟麻繩還有這些紋理跟印 都跟真的一樣讓你還原沒比你超越 這卷布也是跟真的一樣 這藍色小包包也是跟真的一樣 咖啡色手提包也是跟真的一樣 早紅色小包也是跟真的一樣 線跟遙控器看起來也是跟真的一樣買到鑽刀 無領藍也是老樣子頂尖的存在 手指這樣給我擺就是一種理查克萊德門的感覺 但要特別留意超級細很容易斷就是了 屁股有磁鐵 大樹也是非常多的細節 臉部皺紋夾到大樹的味道 天群看起來膚色是下白的那種 但還是有非常精細立體的眼角皮膚也有各種 屁股有磁鐵鞋底超精細的建模 然後來看小火車怎麼提把在地上 怎麼拉環在車頂 你是阿杜嗎 應該在車裡阿媽B 包成這樣還斷YYBS 那先看一下車內裝還真有感覺 整個天花板燈結構都很用心 包含這些被行李壓壞的鐵架 座椅軟墊跟椅子的結構都跟真的一樣 還有這些木地板這根本不是雕像 就是個微縮模型吧 車體外的金屬材質看起來也是用金屬做的 這兩個小可愛的表情都有拿捏到 把扶手捏好再讓老人坐下去 再依次讓大家入座放下神華員的行李 車體是可以自由擺放的 但是你要亮燈的話還是要對準鐵棒 壓好之後喊出口號 呀咧呀咧 就是這次聲控開燈的口號 一開燈就會發現靠搖後面的天空太逼真了 仿佛就在這一節車上 而且剛剛單獨看在L型場景 還在想天空一半透明的事在幹嘛 現在才發現那是海平面 那這體的總寬30公分 深度大概是18公分 高度直接挑戰躺下來的ODA 這體精緻程度直接讓我有在做夢的感覺 重返童年 搭配我手很晃的拍攝就真的特別有列車在動的觀賞體驗 那後面還有一些我精心拍的照片 絕對值得觀看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記得點讚 下次玩具見 掰掰 打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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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餐廳的